有讲师,我们会因为布施的对象或者事情不同,功德有差吗? 好,请坐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,布施的话要体会三轮体空 三轮就是布施者,然后受施者跟布施之物 布施者空,受施者空,布施之物空,叫三轮体空 你进入三轮体空,那个就是佛的布施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,我们不能有期待 可是这个跟环城的我们这个素食,世间在讲的,它又不一样 大家都也想说,我布施就有福,我布施就有福报 是我们一般的期待 可是你假如说,布施的时候等到福报,那个就不大 为什么?因为你布施多少 比如说我布施一百块,你都期待果报 那个果报就一百块,这样懂不懂意思? 那假如说我们布施则空,布施一百块,你把它布施到空间 已经你都不住在脑海,那个布施一百块就跟西空一样大 那你的果报,西空给你的果报,无量无边 你知道吗?就是你不住相了,你住相的话 它就是你布施多少,你得到多少 你不住相了,你已经把它融入西空 融入西空的时候,果报给你,就是西空那么大的果报给你 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,就是纯粹就是要帮助人 帮助人了以后,这个是因缘忌惠,让我有钱来布施 是因缘忌合的,也是空的 这样的话,我们心就不会住相 感谢观看